国会昨天展开记名投票时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莹质疑 马华两名国会议员杯葛投票 不愿意投票支持政府 林丽莹进而要求议长 把马华议员调去反对党的位置 不过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批评 林丽莹针对马华 却忘了首相安华等众多执政党议员 也缺起投票 也是亚裔弹国会议员的魏家祥 林丞在面子书贴文指出 缺席投票的议员包括首相安华 副首相阿姆扎西 法迪拉 外交部部长莫哈山 敦拉萨镇国会议员望阿兹沙等人 魏家祥反问林丽莹 为何行动党只质疑马华的两名国会议员 她说 根据尊贵的林丽莹 如果马华两名国会议员 必须迁移位置到反对党区域 那么昨天没有投票的这些人 包括首相 副首相以及来自行动党的尼克敏 曹关友也需要换位子吗 尊贵的甲洞议员 在你说话之前 轻理智地思考一下 不要让人说你因为愤怒于文字 而烧掉文章 以上 欢迎订阅 这一期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